大家好,我是吕俊英医师 COVID-19病毒传染力强 接种疫苗是预防感染避免重症最有效的方法 提醒您请在身体状况稳定的时候接种疫苗 接种后请留在现场休息观察15分钟 如果您曾因接种疫苗或注射治疗发生急性过敏反应 则要留在现场观察至少30分钟 接种后如果持续发烧超过48小时 明显过敏反应或接种疫苗后28天内出现严重持续性头痛 呼吸困难、下肢肿痛、皮肤出现出血点等症状 请立即就医并告知成接种COVID-19疫苗 接种疫苗后也要持续正确洗手戴口罩 避免群聚并落实防疫措施 让我们一起努力守护彼此的健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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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敦泰在前天我讲是很强 那昨天杀下来 你还是看到敦泰啊 那你看看今天敦泰强不强 所以一个分析师够不够优秀 你就看他解盘 你不要说看我今天 你不要看我今天解盘 你看我昨天我没有来 而且昨天这样下杀 我们什么时候就跟你讲了 你知道吗 这一天我就已经算给你看过了 这叫一比一的最小满足测服 可是今年为什么会 有时候觉得杀下来的过程你会不舒服 就是因为外资嘛 我在上礼拜后就跟各位讲说外资就 他只会卖而已嘛 他就为了卖而卖嘛 对不对 这是当时讲台积电的 两个礼拜后过了台积电还是差不多啦 他也卖不下去啦 你看今天583 他就是为了卖才卖嘛 对不对 也就是因为台积电 而后美股才会又再创历史新高 因为根本美国股市是强势多头的嘛 我那时候是不是已经算给你看了 你这样就17160 昨天还超跌的 然后就大概在季县附近 上礼拜就讲了 美股强势反弹 外资结算 只为了自己 他只会为了自己 他今年就是只为了卖而卖啦 我也不知道该 我也不知道该 该怎么讲他们啦 那果然啊 在美国股市去创历史新高 我节目中讲的 创历史新高 我们不涨 为什么不涨 就是外资要卖嘛 有时候讲他们要卖火大的 你知不知道他 昨天外资又卖220亿 那刚好卖220亿下来以后 刚好完成1比1的最小满足测测 那外资7月份总共卖超了1238亿 今年共卖超5207亿 从去年到现在总共卖超了1兆0600亿 你觉得他操作的好不好嘛 所以前几天他们真的就是为了卖才卖嘛 其实你看一档股票最整 你去看联发科 昨天 昨天 昨天我跟你讲 联发科有7家的外资是看好他 结果卖超最凶的就是联发科 就经联发科上来 有没有 这各位都看过我直接试给你看了嘛 你联系看了两天了嘛 有没有 你联系两天都看重播嘛 我说你要先知道卖点 你才知道买点嘛 我说请你打电话来嘛 我有没有叫你打电话来 我有叫你卡电话来吗 两天耶 各位干什么 两天耶 联系两天耶 我昨天我生病我没办法来还是继续放重播 两天耶 这个我先放旁边 我联系到你看两天了 看两天 你要是两天你还看不够 我今天身体好了我就来我就要上节目 我昨天没办法来上节目 还让你看重播 我联系两天请你打电话来 有没有 我说卖完 现在你要知道这个对不对 联系到你看两天有没有 你有没有看我节目 你又说没看我节目那我没有办法 还是我要重播 今天再重播就没意思了 今天重播看不到功力了 昨天重播才看得到功力 谁最懂得航海股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谁最懂 我们也不用去说谁厉害谁不厉害 我都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谁厉害谁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跟你讲要先卖后 买联系到你看两天 再给你看一则消息啊 这就是市场没有办法 我们在市场上要 常常久久的话 有时候 要量力而为 为什么他们会 这个明示新闻台讲的啊 你自己看一下啊 昨天的航运股啊 刚好有人被断了 这也是很辛苦 被断掉今天长龙就涨停了 电瓶60亿嘛 因为长龙刚好昨天 长龙这波是从233块跌到116块5码 刚好跌了50% 所以昨天他被断的情况下 他手上好多其他的电子股 全部也都被断出来了 所以昨天为什么杀的那么凶 你现在知道了啊 市场上就是那么残忍 你之前赚再多一不小心的话 就不是小钱耶 我就 你看昨天那个盘为什么会 是 那么要让人家心经胆 就其实昨天 对啊 其实 你们慢慢要去思考这个问题 我不是要你们现在一定要去买航运股 不是 为什么要先卖才会有后买的一个精神 你看 60亿资金不算小 也可以在一系之间全部都没 何况 各位投资朋友们 你们的钱都没那么多 所以你们更要小心 更不能犯错 我再给你看一则 你再把这则看完 导播你慢慢的看 你给大家看一下 来来来我给你们看一下 为什么今天韩国会 你看一看三十几岁年轻人 一开始获利不少 就电饼 价值60亿 保证金没办法缴出来 就被断头 所以昨天为什么会杀生龙龙 因为你除了说你把长龙断头之后 你还有其他股票也要来补钱 60亿 刚好他断的时候是长龙从223块跌到116块5 跌到50% 你数学算一下嘛 刚好50% 然后今天长龙涨停 这就叫做市场观众朋友们 有时候你们收看我节目 我现在我节目给你一个什么样的精神 就是 我在股市二三十年 我教技术分析也教了一二十年 我开宗名义要跟你们讲就是 我们任何我们希望要赚到更多钱的一个前提下 我们要想到我们能不能量力而为 真的 我其实我今天 今天看到航空股掌我没有特别的开心 因为 六十亿 要赚多久才有六十亿 结果 才几天而已就没了 可是我这一张你自己看清楚 联系两天 我这一张 我昨天生病没有来节目 你也看到重播 我跟你讲要先卖才有买 对不对 这个卖点是早就跟你讲 我早就公开 我说月线就是先卖 两百五十三的台华 万海两百八十四 长龙一百八十二 杨明一百 你要先卖才有买 股市里就是这样 感叹 你想想看六十亿这一辈子要怎么样才有六十亿 但是 昨天你也看到了 昨天在下沙过程里面敦泰 前一天很强 因为我昨天真没办法来上节目 这敦泰 我觉得电子股会比较整齐的原因是 他的基本面 我们一直可以期待的 这也是上礼拜三的时候 我说又要开始 他真的就上来 先涨停再涨停 到两百九 这礼拜二 今天礼拜四 那昨天他当然也被杀下来 我知道啊 但是我一样重播给你看 对不对 所以你们停留的画面应该是停留在 因为我昨天没上节目 所以我知道昨天 灯泰叠下来 就是因为他叠下来 反而我继续让你看重播节目 你要更有感觉 这是今天的灯泰 因为我重播我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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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力再去昨天播新的节目 我只能让你看前天的节目 你看股票好与坏 其实没有好与坏 只是说 有没有这个韧性 你们自己要去看 好不好 每一个人都有赚钱的机会是 我们的韧性够不够而已 好不好 我等他我就不用解释太多 因为你昨天看到他是跌停板 那这里也让你学一个技术分析好不好 你下次你就知道了 涨停的股票应该第二天要开更高 这样才对 因为涨停买不到 所以第二天应该开高 同样如果说他跌停的股票第二天应该开低才对 因为你前一天你卖都卖不掉 第二天应该更低 那你看看他 昨天跌下来的今天还可以开高 那代表根本他就不是真正弱的股票 这样你们懂不懂 技术分析是这样 因为他昨天跌停嘛 代表卖都卖不掉嘛 理论上来讲 他昨天收盘261块跌停 那今天应该怎么样 应该开低才对 因为你昨天卖不掉 我今天应该用更低的价钱买 没想到他今天是太高的 所以代表昨天的跌是错傻的 就这样 我能够教你一些星帕我就教 因为我觉得股市里面 你要的东西其实就是要先求稳 再来求胜 不然我说实话 你看到今天行业股这样的上涨 结果有人在昨天 他再也没有机会在这股市里面 对不对 何况各位投资朋友们 你们的资金也是有限的 对不对 那还有呢 来看一下 我有买的我也让你看没有关系 我今天 今天这个各位可以注意一下 我之前有讲过 那有一阵子没讲 我要让你知道说 他好像买点又来 你注意一下 那这是这一次买的电视演讲会 当时黄金交叉给你看到了 然后一路涨一路涨一路涨 我中间我就尽量涨快一点 这涨了将近五成 那我也告诉你说今天 我又站在买方 就这样 其实有时候股票 我们 熟悉的股票 你有时候真的是要等拉回来再买 你拉回来才可以买 如果说没有像昨天那种 恐慌性的卖 你也没机会 买到更好的买点 这个也是一种训练的过程 我也必须跟各位讲 其实我昨天也很想要来跟各位讲 昨天这种杀下来 其实已经到了 一比一的这小满足测试 但是我相信 你长期收看我节目的 你也知道 那我就一直在 我昨天没有来录 其实公司就有问我 那你昨天 前一天你讲的 你敦泰一直都有创高点 可是昨天敦泰是跌停 我说没有关系 那你已经跟投资朋友讲说 航运股 先卖后买了 那你 我说重播重播 我让你再看一次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你才可以看出这个老师有没有功力 我如果说我今天我我投资朋友 跟各位讲股票只讲一天的 那当然我每天要来上节目 可是我让你看的是一个波段的转折的 其实我就算我 我生病了 我没办法来上节目 一天我没来上 有差别吗 你难道没在节目看过 我连续看两天 我跟你讲航运股那市场股票先卖掉 才有买点 我请你拨电话来问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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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电话打了没有 那不就结了 什么叫今天的考验就是这样 你们节目也看那么久 我只能讲 我希望各位做股票 就不要照进 我们就是稳稳 稳中求胜 好不好 真的 会有一点 钱不好赚 哇 六十亿 电饼六十亿 因为长逢这波这样 像到昨天就没了 这个要赚多少 哎 哎 投资朋友们 你们是小额投资啊 好不好 我们就稳稳的 喜欢看超越巅峰的节目 我们就轻轻松松 我们就稳稳的做 我觉得 我跟你讲太多也没用 因为你重播 你昨天看了 我觉得要赢就是要买这张股票 而且一定要买到 因为经过昨天的整个回档修正以后 有些股票它的那种 要上涨的味道又更重 你说是不是航运股 我说航运股我已经跟你讲了 我就不送你航运股 这没意思嘛 对不对 连续两天跟你讲航运股 先卖后买的买一点 你打电话来 我今天这档股票 如果还是航运股 你不是说我投赚了 台华都涨停了 万海涨停了 长逢涨停了 阳明涨停 我居然要送你这股票 那我 我没有诚意嘛 不是 我们再把范围缩小一点 是电子股 你认识的电子股 机会非常大 真的啊 昨天 有时候我们说 什么样才是机会 一定要 有些人做错了 我们才有机会 其实我也不大 坦白讲 我也不大敢念外资 念外资有时候力量也蛮大的 可是 你左想右想 你一直想 他们还真的没对啊 你如果真的对 他昨天又卖221 结果其实大盘又大涨 我说 我讲运难听一点的 这个 这样对吗 好像也不大对嘛 昨天卖的那么凶 今天台股又大涨 其实你如果去看美国股市的话 你就发现他本来就错错错错错错了好久了 你自己看一下美国这个叫纳斯达克 纳斯达克在这里 人家强到 我都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卖 我真的搞不懂 我是技术派的 我也觉得 对啊 这美国纳斯达克所有金钱向上 站上所有金钱 我不知道外资为什么要卖 我不懂 我到现在真的是不懂 为什么外资要一直卖台股 难道台湾股市跟美国纳斯达克没有 没有联系吗 一定有的嘛 你看这费办 费成办哪里 当然这跟台积电有关 你看他们的位置在哪里 你再看看台积电位置在哪里 这根本就是 讲那鸡腿跟什么比啊 所以我说有时候在台股这样 我们静下心来想 股市里面本来就是一个一定有人对有人错 讲来从去年以来 一直没有对过的 我们不要讲错 好像就是外资 对不对 你要是真的拿钱给他去买基金 我告诉你那你要喝多少基金 你才不会气死啊 你懂我意思吗 每次都叫卖 卖完以后大涨 卖火大的啊 是不是 所以 所以他们既然 会犯这种 不对的这种操作模式 那你说看超越巅峰节目要更有信心 昨天我没来上节目给你看到的就是 航运股那四档股那 跟你讲先买后买的买点 你今天看到这四档股要涨地买 其实我今天可以不用来上节目 因为什么是最好的验证就是请看VCR 那请看VCR我昨天已经让你看了一整集的VCR了 那你们还有我讲什么 对不对 你昨天看到整集的VCR重播告诉你就是 航运股的先卖后买 然后再让你看到敦泰 结果你看到的都是大涨 甚至涨停摆 观众朋友们 我知道各位钱没有很多 你也是辛辛苦苦赚的钱 所以超越天风 土米风我秉持一个基本精神 我要给你的股票就是一定要稳 一定要非常稳 我要过滤到非常稳非常稳 我才会送给你 送给你以后我就要持续追踪下去 我不能说股票送给你我就不管了 你知道吗 这样不行 这样子就有违背我五年前 为什么要重新回来 开辟超越天风节目 这就不是我 我们送给你就一定要追踪 我不管说你今天就 你今天来跟我索取之后 你不是我会员 但是我一定要把这股票追踪下去 才对得起各位 就是这档股票 要赢就这档 务必要电话拨通 谢谢 报113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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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ve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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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线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好听 三声乐乐